第268章 自首 韩谦冯伦都在秀 只有观大狗在挨揍 被韩谦搀扶着走出了原具凯隆的后门 出门后韩谦的脸色变了 冯伦把那辆法拉利开走了 这个家伙难道就不知道什么叫做低调吗 一个杀人犯大摇大摆地开着蔡清胡的法拉利走了 蔡清胡的脸色变得难看 但也仅仅是难看 跺着脚走向夏利车坐了进去 他为自己的任性又一次地付出了代价 只不过对此蔡清胡没太多的伤心 一辆车子而已 上了车后 观大狗对着蔡清胡开始发脾气 唠唠叨叨地说就不能应该让他过来 如果不是他的车太扎眼 也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蔡清胡咬着嘴唇不反驳 好像的确是他做错了 韩谦启动车子轻声笑道 其实也没太大的区别 不过是走进远距凯隆酒店的方式不一样而已 唯一顽脱的是他说的枪让你受苦了 想到被电击枪指配的恐惧 观大狗打了一个哆嗦 吵吵着让蔡清胡下车单挑 观大狗是真的生气了 唠唠叨叨地骂了蔡清胡十多分钟 因为他的枪丢了 而此时同样丢了枪的蔡清胡 心里也不好受 被骂了十多分钟也忍不住了 转过身和观大狗对骂 这大姐骂起人来是一点都不像女人 把观大狗损的脸一阵清一阵白 两个属于两个极端阵营的家伙 很懂事的都没有拿对方的身份说事 反正就是蔡清胡骂观大狗废物 观大狗骂蔡清胡不长脑子不长胸 韩谦也不掺和 拿出手机给寄静发了一个短信 告诉他事情已经解决完了 可以睡了 刚放下手机 阴暗的天空传来轰鸣阴霾渐 又要下雨了 多雨的秋天 一路开车来到夜市 蔡清胡大呼要下车喝酒 心情烦躁 冠军标举双手赞同 两人顶着雨下车 蔡清胡拿钱诱惑 观大狗威胁 反正这俩家伙一瞬间成为了盟友 把原本准备收摊的路边烧烤给留下了 一把大伞下面坐着三个 原本不应该有任何牵扯的家伙 公司白领寒谦 巡查组的蔡清胡 黑社会的冠军标 反正这三个家伙就坐在了这里 蔡清胡财大气粗地点了一桌子烧烤 还冒着雨去买了两盒烟 蔡清胡点燃了一根烟 眯着眼吹出了烟雾 他特意去抽过烟 而抽烟的目的就是为了戒烟 可今晚的憋屈和心赛让他很想抽一支 韩潜一点都不意外 伸出手拿过桌上的两盒烟 丢给官大狗一盒 另一盒放在了自己酒杯的边上 蔡清胡携视韩潜皱眉道 买不起烟 不太喜欢姑娘抽烟 虽然你抽烟的样子还凑合 凭什么你们男人就可以抽烟 我们女人就不能 我还能站着尿尿呢 你也试试 无赖 蔡清胡端起酒杯 官大狗也端起了酒杯 这俩家伙扎皮杯碰了一下 仰头就给干了 韩潜轻声叹了口气 拿起桌上的串小口吃着 渐渐的蔡清胡和官大狗喝多了 这俩家伙勾肩搭背地开始论兄弟 今晚这俩倒霉蛋 他们的心里都很不干 怎么在冯伦的面前 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差哪了 韩潜没搭理这俩家伙 端起酒杯时 他看到了一道人影冒雨 穿过了马路 朝着他这里跑来 光头 个子不高 相貌有些丑陋 一身湿透的衣服 像是刚从工地下搬出来 看着男人一路跑到了伞下 韩潜笑了 光头汉子对着韩潜尴尬挠了挠头 咧开嘴露出黄牙有些羞涩的笑道 能 能拼个捉吗 韩潜放下酒杯微微笑道 坐吧 老板再拿个杯子过来 光头汉子小心翼翼地接过酒杯 坐在了蔡清胡的对面 蔡清胡皱着眉眼神中带着几分嫌弃 官军标则是皱眉开口骂道 你谁呀 让你坐下你就坐下 你知不知道我这兄弟是谁 我家主子的拜八子兄弟唱响集团股东的女婿 市局李金海的晚辈 我官军标的过命兄弟 你配坐下 官兄 你喝多了 韩潜皱眉呵斥了一声 官军标真的喝多了 吐了一口唾沫 随后拿起酒杯继续和蔡清胡喝酒 这俩家伙都喝了小半香了 光头汉子吃着桌上的花生 小声笑道 知道的 知道的 官大头放下酒杯 转过头 看着这个汉子比一道 你知道个屁 我这兄弟动起 脑袋的这个城市都要晃一晃 你还知道 你配知道吗 不配 不配 您说的对 话是这么说着 可这个光头汉子一点起身 离开的意思都没有 吃着串喝着酒 眼神一直锁着韩潜 韩潜闭着眼叹了口气 拆开烟蒂给光头汉子一根 轻声道 你来这里是盯着我来了 别大理这俩家伙 他们已经喝多了 光头汉子嘿嘿笑道 想找你再打一架 但是现在的任务是盯着你 他没有害你的想法 他和我们一直在夸你 但是我们不相信你 韩潜端起酒杯摇头苦笑 无力道 你是想告诉我 你们没完阴的 是不是今晚我不出来 你们也会想办法见我一面 对 因为有些事情 我们现在做不到 但是你能做到 出现在这里 你觉得你还能走的了 不走了 不逃了 我拿到了一笔钱 原来是准备逃走的 在国外收到了消息 他给我生了一个孩子 女孩 我知道他怀孕了 他说不是我的 还要把孩子生下来 所以我才走上了这条路 但我没想到 做了鉴定后 竟然是我的孩子 我现在想活着 看我闺女长大 嫁人 结婚 生子 我不想走闺女嫁人了 因为没有父亲被婆家欺负 我在窝囊 我也会为了我闺女去拼命 你想好了 这是你来建我的目的 说条件吧 我有一笔钱 数目不小 给了我的女人 肯定会很快就被挥霍 这座城市 我没有可以去依靠相信的人 这笔钱交给你 你每个月 以孩子干爹的身份 给他这笔生活费 你放心 足够给到大学毕业 韩谦深吸一口气 一切的一切 最终是敌不过亲情两个字 为了女儿 他选择了自首 韩谦拿出手机 拨通了成锦的电话 这会已经凌晨一点了 成锦接通电话后 开口就骂 小兔崽子 你想让我死 就早点说 我他妈的刚躺下 你最好给我一个理由 韩谦握着手机 看着眼前这个男人 他在迟疑 随后一个字都没说 就挂断了电话 放下手机 闭上眼 深吸了一口气 真的想好了 我当初差点入狱 我知道那种感觉 等我再打通了这个电话 你后悔也来不及了 光头汉子低下了头 小声道 韩谦 如果可以探监了 你能去看看我吗 不要让孩子知道 他父母的事情 韩谦点了点 端起酒杯和蛤蟆碰杯 一饮而尽 再一次拨通了 陈锦的电话 韩谦终于知道 冯伦为什么回来了 为什么和他见面了 他是为了蛤蟆的 这个愿望回来了 这一次陈锦接通电话后 彻底暴走了 对着电话 发出一声声怒吼 韩谦没有打断 他看着眼前 这个男人手里 拿着一张婴儿的照片 韩谦突然哽咽了 轻声道 蛤蟆在夜市路边摊 他要自首 话出 关君彪当即跌倒 坐在了满是积水的地面上 蔡青虎眼神 惊恐地看着眼前 这个流泪的男人 那个差点把韩谦打死 并且杀了同伙的蛤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